这里是南图县信义乡 一个玉山脚下的部落学校 却也孕育出一个拥有天籁般美声的合唱团 那就是原声同声合唱团 其实我们办理这所学校组织这个合唱团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最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些机会给小朋友 那么也让他们有机会走出部落 那么跟外界接轨 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建立小孩子的信心 其实我们只要给小朋友机会 其实每个小孩子都可以学好 15年来坚持每天放学后教大家唱歌的马校长 告诉他们上天给你天使般的歌喉 你就应该要跟大家分享 对每个小朋友来说 上台比赛并不是为了得奖 而是想要跟每一个人分享歌唱的喜悦 每当上台前 马校长总是要大家低头祷告 感谢主耶稣 让大家能够开心地唱歌 感谢主耶稣 更及时能够开心地唱歌 是想要学习的制作为哪里的歌声 也不是想要唱歌的吗 是想要唱歌的歌声 台下的掌声正是他们最大的动力 小朋友用歌声再次证明 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 小朋友用歌声